哈哈 你們準備好好看我的新家了嗎? 開箱時間 感覺很亂 啊沒辦法 因為這邊 是我放雜物的地方 所以就會很亂 然後重點是呢 我們旁邊還有一台飛輪 你知道這個飛輪要拿來幹嘛嗎? 我們不是禮拜一要年曆發售 然後我已經決定好了 我們的飛輪就是要拿來賣多少 我就騎多久之類的 但我還沒想好賣多少要騎多久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這些光就都是我房間的燈而已 完全沒有使用任何的補光燈 因為我就是用那個軌道燈然後全部打牆壁 然後讓那個牆壁去反射那個光 所以我完全沒有補光 超不習慣 我覺得超多搬家的事情想要跟你們講 這是我老家 然後有重新裝潢過 真的不習慣到一個爆炸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家人一起住了 就是加上我媽又退休 所以她就會一直問我的行程 然後我可能出房間啊 然後還是什麼的 因為他們先住進來嘛 所以可能有一些 例如說打掃用具啊 或者是像垃圾袋啊 然後什麼碗筷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們已經先放好了 但是我是後來才住進來的 所以我就變成很多東西 我都要一直問 一直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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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感覺的出來 家裡的每一個人 都還很不習慣這個新的裝潢 然後跟這個新的模式 而且尤其是因為就是格局全部大改嘛 然後房間也大改 然後加上我又帶貓咪回來 然後我那兩隻貓咪也是瘋掉 超級明顯的可以感受到他們就覺得說 該這到底是什麼鬼地方 這裡到底是哪裡 我要瘋掉了 我第一二天的時候真的超緊張的 我那兩天是真的沒有辦法開台 其實我第一天設備就架好了 就其實電腦跟網路是我第一個搞定的東西 就是其實我老早就架好了 但是我第二天真的不敢開 因為第一二天我的貓真的超可怕 那兩隻就是一搬進來嘛 因為貓很膽小嘛 所以想當然就是會躲起來 但我想說頂多就躲個半天應該就會出來了 就是我自己也是有做一點功課 就例如說貓咪搬家的時候應該要先怎麼樣啊 要先關在小房間啊 要讓他們有地方躲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目前就是有兩間嘛 這一間是我的工作室 然後外面還有一間是我睡覺的地方 所以呢我就是把他們關在我睡覺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我一開始呢就先把他們關在我的小房間 然後他們就直接躲到 幹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躲到哪裡去欸 我一開始就真的找不到 然後結果我發現他躲在床跟窗戶中間的小縫縫裡面 因為我的床是就有點靠牆了 然後他剛好跟我的落地窗就是中間是有一段縫隙 幹超會躲 我就找到的時候我就想說 好那就讓他在那邊冷靜 因為網路上的人都說就是貓剛搬家的時候 會躲起來是很正常的 而且因為他們所有有味道的東西 就只有我的衣服跟他們的貓撒盆這樣子 但是我們整個家裡都是全新的裝潢啊 然後對他們來說就是很陌生啊 然後他們也沒有見過我們家的人 所以就是對他們來說所有的聲音啊 然後所有的味道都非常陌生 所以他們整個嚇歪 然後第一天完全沒吃飯 完全沒喝水 完全沒尿尿 完全沒做任何事情 然後我嚇歪 我想說幹連上廁所都沒上欸 我嚇歪 然後我就趕快問我室友 我說怎麼辦 然後他說哎呀沒事啦 貓會自己找飯吃啦 兩三天不吃飯不會怎麼樣啦 泡泡剛好減肥啦 因為我室友是搬過蠻多次家了 然後羊貓也很得心應手這樣 所以我都會我前室友 我都會問他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第一天就非常緊張 我也不敢開胎 我就想說我要觀察他們到底有沒有尿尿 因為除了就是怕他們不尿尿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怕他們亂尿 因為如果他們亂尿之後就很怕他們養成這種亂尿的習慣 如果他們養成亂尿的習慣 幹他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是除了要觀察他們有沒有尿之外 另外有沒有亂尿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我一直在觀察他們 然後第一天就完全沒有嘛 沒有尿 然後也沒有吃也沒有喝 第二天早上我就是下午我也沒去公司 我就想說好我在家裡陪貓好了 然後結果也完全不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幹這樣不行 我就想說開個肉泥好了來騙騙他們 他媽的看到肉泥就吃 趕開肉泥然後聽到那個撕那個袋子的那個聲音 他媽的馬上給我跑出來 然後就吃完肉泥之後 你知道我多急掰嗎 因為我就是有開一點點窗戶 我想說我開一點點窗戶 就是通過風啊還有什麼的 然後我就餵肉泥然後餵一餵 然後突然那個競選車經過 他媽的然後又躲起來 肉泥都沒有吃完喔 直接躲起來 媽的競選車 媽的直接不投拿 而且重點是到第二天的晚餐的時間 也都沒有尿尿 毛毛第二天的下午就有上廁所了 他好像有點憋不住 然後但是泡泡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 晚餐時間都沒有上廁所 我就想說大哥我拜託你上廁所吧 連毛毛都敢上廁所了 你那麼胖你那麼大隻 你憑什麼不敢上廁所啊 他超喘 我就是繼續陪嘛 因為我就想說算了算了 我就繼續陪他 就安撫他們的情緒這樣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的半夜 終於 他終於上廁所了 雖然也只是尿尿而已 沒有大便 他們都還沒有大便 然後因為他就是終於有尿尿 然後他們也在半夜的時候 有開始吃吃喝喝 然後就幹他媽的 罐頭也不吃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想說零食已經餵過了 不要餵太多零食 我想說那餵罐頭好了 我就把那個罐頭打開 幹他媽的 連續開三罐 完全不同口味不同品牌 都不吃 我連開三罐不同口味不同品牌 而且都超貴 跟大家科普一下 普通的一些比較好的罐頭 可能五六十塊 我有買一個是八十幾塊的罐頭 八十幾塊超高級的罐頭 他媽的不吃 而且真的是我連開三罐都不同口味 不吃耶 我超傻眼 你先吃嗎 吃啊吃爛啊 不然怎麼會那麼胖 現在有吃了啦 然後就吃少少的這樣子 但是至少有吃 我會覺得 好吧好像還OK這樣子 第三天是昨天嘛 然後因為他們已經有吃了 我就想說 好那我可以去公司了 我就想說 那我要去公司處理事情這樣子 然後我又去完公司之後 然後我晚上就有回家 然後就是要準備去晚上的工作 所以我就下午去公司 然後晚上有回家一下 換個衣服啊 整理一下什麼的 然後結果我媽就說 欸我看他們的狀況 好像有變好耶 因為我的房間 它是有通到我們家的前陽台的 所以就是我的房間 它是有一個落地窗 然後我出門前 我有偷偷開一個小縫 我就想說 這樣貓咪可以看一下窗外的風景啊 什麼的 因為貓很喜歡看窗外 他們就會覺得窗外 就是有人走動啊 還是什麼的很酷 然後結果我媽就說 我從窗戶偷偷看他們 他們一個在玩 一個在吃東西耶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感覺OK囉 我媽居然在偷看他們 我媽居然在偷看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又一直跟我爸媽說 先不要進來 因為他們要先習慣小房間了之後呢 先習慣家裡的味道 另外呢也要習慣就是大家的腳步聲 跟大家的聲音 然後等到他們聽多了 然後比較有習慣了 比較不害怕了之後 然後可能就讓你們餵餵他們零食 然後就開始收服他們啊 餵餵零食啊什麼的 然後之後呢再開始培養感情 所以我的貓跟我的爸媽 還沒有正式見面 我媽其實是不想要養寵物的人 因為她覺得會被綁住很麻煩 所以我媽其實是不想養 但是我覺得她偷看他們很好笑 想看貓 喔 就之前在中和那邊 就他們咬線的狀況有點太嚴重了 所以我就之後 可能就是不會讓貓咪進來 所以你們之後可能就不太 就是會看到他們的機率不太高 就是我就是現在就決定 把他們跟我的電腦間就是隔開這樣子 咬線真的太誇張 而且我這邊就是又很危險 就是我這邊線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就 就隔起來吧 我可以買枕線器 就不是每一條線都能夠很完整的枕啊 他們就是隨時隨地都能夠找到方法 然後去咬到 就是可能我漏掉的線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有時候有一些線 例如說像HDMI或是什麼 或是像這種耳機線啊 它就是沒有辦法收起來 到時候電到什麼的很麻煩 可是為了貓才跟這一台咧 那抱歉囉 滾吧滾吧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